收到五六位分大火的影響 后面区的大岛有生股 欢迎后劳的情形 对出农委会之前 邀请到相关的单位 交通行判 虽然马上说到 后面区为大岛天然灾害 现金救助的地区 再次会开始修理农民的申请 在6月15号期到6月24号 受理后必区的大豆摘损现金补助 那其实我们农会这边也非常用心 曾记着我们市府这边 就赶快盼望我们透过各种管道 来告知农民赶快来受理摘损 那昨天受理第一天 6月15号也有好几个大电农 到公所来受理申报 那我们很谢谢市府关心 我们后必区大豆的摘损 希望这次的农民的稍微的损害的部分 可以受到一点点补偿 那也非常感谢公所这边的协助 后面公所表示 农民如果是要申请摘损 要带的婴儿身份情 透过所有的团状顶顶 另外因为新博的期间有赌到假日 公所也特别派全人来服务 下来星期的同样可以到公所新博 我们受孙的农民 可以带到你的印章 你的印章 你的新闻情 还有你的家庭铺 以及我们土地的一个农民 我说你是跟人做的 你就有一些欺负书 这也都带过来 在抗杂基金 拜托我们的农民 受孙的农民 在那个现地 的状况一定要保留 不要在做环境的当中 他要劝勉 如果我们在健康的时候 会有些困难的地方 这些部分要拜托大家 都会配合 今天是新博的第二天 留守有农民到公所来申请 公所表示 后面增大桌的面积 带有时191公斤 头一天就修理229别的土地 带有时43.5公斤 好压力申请的 农民饭时间 冠金来办理 南天新闻 往他在后面猜的方法 头 好压力申请的